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部 作者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眼看着这两个人三言两语 就敲定了接下来要去中心岛的计划 其他人可都瞪大眼睛了 尤其是海王号邮轮的幸存者 忍不住咽了口唾沫之后 微微的发抖啊 他们都很感谢李高龙 但是也非常无奈啊 别人听见海盗在那 赶紧抄身就跑 李高龙不一样 哪的海盗最牛逼他就往哪去 刚刚才从这死咒岛脱险 然后又要去中心岛 要知道中心岛可是整个百万星岛 传说中最危险的地方 那传说那里边的海盗 可都是十恶不赦的恶魔呀 不过李高龙转头 看向宋岛清风和邓文杰他们 等会我会安排你们离开 说完李高龙瞅马飞雪点点头 他那想法让马飞雪带着凤云和宋岛清风 他们离开 自己跟乡猪两个上那中心岛 关于中心岛的危险 李高龙也能猜住一点 并且他做好全部准备了 所以他可不想让马飞雪和其他人 跟着自己冒险 可他朝这马飞雪点门头 还没等说话 马飞雪先开口了 我要跟你一起去中心岛 他这话说的义无反顾 没有任何犹豫 我会安排天龙岛的人送他们离开 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马飞雪的话 让邓文杰几个人 把心头的石头终于放下来了 他们的确没有任何人 有任何的想法 想要再去中心岛 这可不是旅游啊 如果可以平安离开 这是最好的结果 李高龙同样看着马飞雪 你应该回东海 马王爷非常想你 我要去找一个人 他可能去了中心岛 我不能放弃他 马飞雪就那么直愣愣的盯着李高龙看 天龙岛的岛主 对 他对我有恩 简单对话之后 李高龙明白了马飞雪的心意和坚决 天杀星啊 一往无前无所顾忌 但是同样 重情重义 所以既然马飞雪认定了这件事 李高龙也明白 自己说什么都无济于事 所以他只能答应了 至于说猜到了马飞雪 要找的那个人是天龙岛岛主 这实际上非常简单 既然马飞雪说了 那个人对他有恩 想来也只能是天龙岛岛主 那绝不会是旁人呢 毕竟马飞雪现在这身份 那绝对不可能无缘无故来的 最终看着自己这李逵媳妇 李高龙也只能点头答应 那好吧 那你跟我走 因为马飞雪已经发了消息 所以天龙岛的船很快就到了这 众人呢 费了好大分工夫 终于找到了天龙岛的船 一起上船之后 就在甲板上 开始准备接下来离开的事宜 不过因为马飞雪 这个天龙岛岛主的身份 所以很多事情 比想象中要简单的多 很快好几艘船已经准备好了 至于死骤倒 被火山彻底废了 而且火山依旧在不断的爆发 海盗四散而逃 南瓜船长也不知所踪 所有的这些李高楼听到之后啊 倒是一点都没觉得意外 在确定火山会按照自己的计划 爆发的时候 他就猜到了 只不过 南瓜船长没死 还是让他有些遗憾 当然这些事现在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要找到影月和三头鹰 松岛清风犹豫了很久 最终还是对李高楼说 李先生 这是我的号码 如果来了岛国 有什么麻烦 可以给我打电话 不过说到中间 他停顿了一下 再确定马飞雪 没有任何表情异样 这才说出后半句 李高楼点点头 把这松岛清风的那电话号啊 接过来了 萍水相逢 也没必要拒绝别人的好意 随后 邓文杰他们相继跟李高楼告别 同样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 李高楼则是在最后 主动啊 来到了凤云的身边 因为死骤倒 持续给他注射麻醉剂的关系 所以现在的凤云状态很差 身上依旧没什么力气 刘天次现在在京市 你到了京市之后啊 按照我说的联系二读 他会安排你跟你哥哥见面 凤云跟自己的关系 那非同一般 可不是那些普通的乘客 游客能比的 李高楼啊 做了详细的叮嘱 凤云点头 虽然说他也很想跟着李高楼 一起去往中心岛 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但是现在他的情况 可不允许这么做 如果继续跟着李高楼 不但帮不了什么忙 反而是个累赘 是个脱油瓶 所以啊 尽快的安全离开 不给人添乱 这才是最正确的决定 等把这些事都安排好之后 凤云跟松岛清风他们 都上了另外一艘船 就这样 因为海王号遇难而相识的 这几个人就这么分别了 松岛清风一直站在船头 一双美目始终看着远处 一直到李高楼身影模糊 甚至那艘船都看不到了 却久久没有收回他的视线 不知不觉 他的眼眶微红 本来应该是一段 如同噩梦般的经历 此刻他心头回想起来 却完全是一种不同的感觉 就好像是一块巧克力 在他的注视之下融化了 凤云他们离开之后 李高楼的确少了几分牵挂 他转头啊 直接跟那香猪就问 中心岛屿在什么地方 现在的这艘船上 只有包括马飞雪在内 就他们仨人 而接下来要去往那座 最神秘的中心岛 香猪却是一摊手 我也不知道中心岛在啥地方啊 你什么意思啊 你别激动 我只说不知道他在哪 我要没说 找不着他 香猪啊顺手提了提裤子 跟着他突然闭上眼 然后提鼻子在空气当中猛嗅 这一刻的香猪 真的就好像是一头猪似的 就在李高楼跟马飞雪的注视下 那鼻子抖动的频率 都快到几点了 最终他停下来的时候 伸手指了某个方向 走吧 在那边呢 当然我们最好快点 要不然赶不上了 认真的说完 香猪马上去发动船 而这句话 让李高楼和马飞雪 对视了一眼 显得不怎么明白 一脸的茫然 秉承着不懂就得温的精神 李高楼可一点不含糊 不是 赶不上啥意思 赶不上的意思就是 那个百万星岛的中星岛 是可以移动的 明白不 香猪有些无奈的解释了一句 那个眼神就好像在说 这都不懂 你们是猪啊 李高楼和马飞雪瞪大眼睛 也顾不上香猪的满脸嫌弃了 就觉得这事太过匪夷所思了 一坐会移动的道 这是个什么玩意 结果就在这时候 马达声响起 香猪已经开船了 他现在的模样 就是想带着李高楼和马飞雪 立刻找到中星岛 然后他就可以得知索菲亚的消息 去找到自己那位 浑纤梦绕的女人 和他素未谋面的孩子 李高楼两个人也不再多说 安静的就看着眼前的碧海蓝天 想象着接下来会见到的中星岛屿 而三个人根本不知道的是 就在他们的船 从这离开半个小时之后 另外一艘船停在了这 这是一艘黑色的大船 上边只有一个人站在甲板上 他的头发花白 皮肤有黑 眼眶深陷 他的目光却一直盯着李高楼 他们那艘船离开的方向 而他的手中赫然是一个追踪器 上边清晰地显示着 李高楼他们的坐标 李高楼 李高楼